父亲脑梗瘫痪在床 妈妈却不自而别 带着家里紧盛的几千块钱一走了之 只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 靠捡垃圾硬撑着这个家 这个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情还要从一个特殊的求助电话说起 小朋友你们多大呀 我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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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不到啦 我和我爸爸活不下去啦 今次妈妈把家里的钱都拿走了 我来看一下 接到电话 记者连忙找到了八岁的妹妹舒玄 舒玄说自从妈妈离家出走后 她和哥哥每天都会出来寻找 但找了好几天都找不到 哭了一会儿 记者又陪舒玄拿着妈妈的照片开始到处打听 如此大还劳针的找法 结果也可想而知 回家的路上 舒玄远远地给记者指出 那就是她的哥哥舒凯 原来兄妹俩是有分工的 哥哥不忍心让妹妹去翻垃圾桶 只好让她去找母亲 选这么一点钱就想看 嗯 那谁 那我给爸爸 兄妹俩话了一上午 也只捡了半袋子瓶子 到了飞瓶售购站 哥哥恳求老板能多给她一点钱 但老板也不是做慈善的 啊 多不了 要贵 靠着买瓶子的钱 舒凯到小潮市里买了一点大米 在记者看来 这点米根本就不够他们一天吃的 你为什么只买了这么一点 拿兜子吃的 不能买它 不能买它 为什么不能 我看你还有 还有钱啊 还有一点啊 自从妈妈离家出走 年仅11岁的舒凯 仿佛在一夜之间就长大不少 可见到爸爸后 两兄妹还是瞬间哭成了累人 看着痛哭的孩子们 爸爸挣扎着想要爬起身来安慰 可如今的他不仅失去了语言能力 连走路都十分困难 在孩子们的搀扶下 从卧室到客厅端端几米的距离 他竟走了五分多钟 来到客厅坐下后 父亲似乎有什么话想说 舒选健壮联盟给爸爸找来本子 十多分钟后 爸爸终于颤颤巍巍地在本子上 写出了这么五个字 父亲脑梗瘫痪在床 妈妈却不辞而别 带着家里仅剩的几千块钱 一走了之 只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 靠捡垃圾硬撑着这个架 跟着舒家兄妹回家后 父亲舒逝健 更是当着记者写下了这样的话 孩子们说这间房子是他们租的 虽然生活一直很苦 但一家人过得却一直很幸福 直到去年十月 爸爸舒适健突发脑梗中风 经过抢救 舒适健的名虽是保住了 可他从此也失去了自理能力 不仅心揍困难 就连吃和拉萨都要有人照顾 而这一切的压力就都落在了 妻子等长柜的身上 兄妹来告诉记者 自从爸爸中病后 妈妈每天就说她很累 不愿意说话 情绪也变得非常低落 直到有一天 妈妈竟然带着家里所有的钱跑了 接直到当时 邓长柜已经离家出走一个星期了 孩子们天天出门寻找 却始终没有妈妈的消息 只能靠着捡垃圾维持生活 一提起这对兄妹 邻居们也是眼含热泪 在邻居们的帮尘下 这个风雨飘摇的家菜暂时得以为吃 可不管怎样 孩子们都想要他们的妈妈回来 为了找到邓长柜 记者带着兄妹俩赶到了他们的外婆家里 得知孩子们的现状后 外婆也表示十分难过 她说自从女婿瘫痪在床 女儿就辛苦地从没睡过一个好觉 对于女儿的离家出走老人则坚决不醒 她觉得女儿不可能做出抛夫妻子的事来 而是打工挣钱去了 对于两个孩子的困境 外婆则表示她和老伴都已上了年纪 再加上农村的条件有限 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 但老人也向外孙做出了承诺 只要一见到女儿 他马上就会让他回家 临走前 老人还忍着泪水塞给了孩子们200块钱 就这样 书家兄妹只能遗憾离开 父亲脑梗瘫痪在床 妈妈却不自而别 带着家里仅剩的几千块钱一走了之 妈妈走后 哥哥就充当起了小大人 每天给爸爸和妹妹做饭 可家里的吃的已经所剩无几了 一个黑乎乎的剪鸭蛋 还有一盘半生不熟的芹菜 就是一家三口的晚餐 不过景馆菜的味道一言难尽 董事的兄妹还是把唯一的鸭蛋让给了爸爸 因为他们觉得爸爸更加需要饮酿 在吃饭时 记者还发现旁边墙上歪歪扭扭地写着我们想吃肯德基 两个孩子说家里已经很久没吃过肉了 更没有亲戚来过 可当记者出去大厅时 竟然得知孩子们有两个姑姑就住在这个小区里 记者马上就找了过去 结果却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从而顾嘴里 记者这才得知书思剑派行老二 家里还有四个姐妹 但父母在他们很小时就双双过世了 为了供书思剑读书 姐妹几个只能在地理中天 他们本想着二哥读完书了就能帮一家人过上好日子 谁知书思剑现在已病不起 家里的全部积蓄 也都在书思剑住院期间全部拿了出来 现在二姑家图四壁的状况也说明了一切 二姑夫表示他们可以先收养一个孩子 可二姑马上表示了反对 承担不了承担不了 无奈之下 记者又带着两兄妹找到了大姑家里 谁知大姑的情况更加糟糕 当初弟弟生病时 他拿出的很大一部分钱都是借的 如今大姑夫身体也不好 两个孩子又在读书 全家的担子就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 说着说着 大姑就难过地哭了起来 刚刚生活刚刚好一点 还没让人们喘 喘着一口气 这里又来了这么大的时间 要办公室的吗 姑姑也是无人为力 尽力了知道吧 好 这我爸爸现在话 出场了 外婆家里无能为力 两个姑姑又拒绝帮忙 再加上两个年幼的孩子和重病的丈夫 记者猜测这应该就是 邓长贵李家出走的原因了 得知情况后 熟思健的小妹夫也马上赶了过来 一家人商议过后 决定轮流照顾这对兄妹一个星期 但时间长了他们也将无能为力 毕竟谁家都要生活 临走时 记者只能录下了兄妹俩生力 聚下恳求妈妈回来的视频 但他们的妈妈是否能够看到 看到后还愿不愿意回来 还是真的难说